到朱格陵了嗎? 朱格陵來了 朱格陵的大技叫做 惡龍趙天 我猜他應該會噴點電出來 應該是 噴點電很厲害 Hello 大家好 我是Ozika 歡迎大家回來這個頻道 我們今集就來玩這隻三國幻想戰機 這隻遊戲是由日系畫面 三國和放置遊戲和戰棋方式組成的一隻手機遊戲 遊戲的操作就是這樣 戰鬥時是戰棋方式 孤字背景就是這本 三國字 你化身為主角 完成這本三國字的內容 會帶你去看一看歷史 收集碎片 然後跑這個主線 當然孤單上陣非常孤獨 其實這個角色是水鏡先生的徒弟 一開始會讓你選擇職業 其實這些我覺得不影響很大 喜歡玩什麼職業 你就自己選擇 我是水鏡先生的徒弟 我們就要解封三國二 而當你跑主線的時候 你都不是孤單一個 他會帶一個師妹給你 這個就是清零 那算是個故事的女主角 他會跟著你一直去跑主線 好像很重要 但又好像很重要 反正他就是你的師妹 這裡的角色介紹 原本生活在京都桃園村 裡面的普通農家少女 一隨便故 他曾去了所有親人 命圓一線之際 他就得到這個水鏡先生相助 被陸門山學習伊實 立志解救亂世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人就是你的小師妹 總之他會跟著你走主線 然後進來之後 他會讓你選擇性格的 他就會選擇幾個不同職業 但是不用怕 你一開始選擇拖座 中間他會再教你一門武藝 大概是27-28 例如一開始選擇拍信 他會選擇射法 一樣可以選擇射法 然後你就會學多了 但是這個就要謹慎選擇 因為每一次的選擇都會影響後續 不知道會影響什麼 分給大家慢慢發現 大概就是這樣 而劇情方面 會走遍一次三國志的歷史 這個就是正史貼文的改片 真實還原是有根有據的 但是我不是太熟悉歷史 不過如果你的歷史有所認識的話 其實在他跑轉線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劇情發生 你就可以分析一下 到底這個三國志是否正史 他會在不同的場景面 會看到一些大家熟悉的武藏 比如說你一開始會找一下 你找一下曹操 你找一下劉備 董卓 孫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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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勢力 然後再收集三國志的歷史 算是這樣 然後去展開他的故事 大致上是這樣 大概以這個背景 我們就會去跑主線 而跑主線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單單跑主線 有一些很特別 其實他卡落了一隻RPG遊戲 其實他也是在跑主線劇情 跑主線劇情的同事 其實大家可能看到一些地圖 有些寶箱 老實老實實 如果你一直暗入武道行話 你是暗不進去的 你一定要走過去 暗個寶箱 你才會拿到裡面的東西 就是像現在這樣 裡面拿到的東西 不一定是普通的 比如說送少少的元寶給你 甚至裡面會有一些抽卡券送給你 所以走過路過 就真的沒有錯過了 最後一點 除了補箱之外 我們玩主線劇情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有些地圖 是沒有辦法自己去暗自動寶箱找出來的 所以馬上保留了少少少 你是要親身自身體驗RPG的玩法 比如說這個 迷宮裡面 我們是要找下喉雲出來 但我們是不能自動寶箱的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找 好了 這裡找到下喉雲了 下喉雲你好 這個也算是有些用心去玩這個PVE 好 我們來到這裡 跟大家介紹一個比較關注的點 就是戰鬥的方式 戰鬥方式是運用戰棋的玩法去做 每一場關卡會有一個勝敗的條件 如果大家玩這個戰棋的話 這個應該都不密實 而打的時候 基本上你用到的角色都有良超技 而且每一隻角色都有避動技 這個可以在角色的簡介裡面 可以詳細地看到 這個就是地圖 其實每次控制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角色走到哪裏 你會看到一個範圍 不過你就見不到對方攻擊你的範圍 無論如何都好 什麼就是做雜火 即是先打 遠攻掛基本上都會有一格的距離 即是偶企一格的距離 我們一些技能的話 要有足夠的謀略點 即是這些才可以釋放到 譬如說我們欣機這一招 他要有五點的魔力點 然後才可以放到這個技能 現在放不到就不要緊 當然他還有一些被動技能 其實是用得的 即是不一定說我這個魔力點 射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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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不會被人打 好 再靠我們自己的人去打技能 給大家看看技能 所以我這裡代機一下 大家見到我無敵了 好技能方面 大家見到 自己選擇一個位置 放到技能 這招 我們這招是誰 我忘記了 六甲奇門 造成145%法術傷害 傷害範圍 是我打過者的旁邊的技能 都會中 不過這裡就不好 所以敵開 好 我們國家也有這個謀勒技 不過我記得國家的謀勒技是補血 沒錯 它是偏補師 好 然後我們恩基的謀勒技 它也是補血 幫自己補血 好 到我們主角量 主角量的謀勒技還未開到 因為剛剛代機還未 好 待會給大家看看 我們再代機幾個招 到主角量了嗎 好 主角量來了 好 主角量的大技 就叫做 餓龍 趙天 我猜是否會噴電出來 應該是 嘩 噴了電 多厲害 好 戰鬥方式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說你不想戰鬥 也可以 我們一起去看看 如果大家說 我覺得我其實戰力都高過它很多 我也不需要手動打 其實有沒有自動功能呢 有的 這個暗自動已經可以自己打 甚至乎你直接超戰力的話 這個可以暗快速跳過 它就會直接過了你 其實在跑劇情方面 這件事其實不錯 當真的不夠打的時候 才主動手動打 如果你想看主線劇情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跳過的 OK Let's go 另外 除了劇情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精箭系統 這個精箭系統 我們會有九十出座城池 玩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PVE的玩法 因為為了更貼合三國時期的遊戲 所以它就有精箭系統 裡面都是一些耳熟能長的地方 譬如說這個電葉 就是我剛剛精箭回來的一座城 精箭是怎樣精箭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首先要去找一座城池 偵測它的兵器 偵測完之後 接著我們就去攻城 當然我們要救你才可以攻城 在攻城方面 其實我們還會帶一些兵進去隻手 這隻兵就是槍兵 騎兵黑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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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 這隻法師 我們這隻曹操就是槍兵 當然槍兵可以換的 可以換其他 不過它的能力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其實最重要是看武將的威力 另外法師會有幕僚 幕僚王信聖 就是槍兵黑公兵 好了 打架怎麼打呢 打架跟普通的打都差不多 可以自動 當自動的一定 好幾秒之後 你可以用這個牌子結算 結算贏了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打下去 打完之後 直到你打通了之後 你就會變成藍色的位置 當然你打通了一次之後 它都會加你一個 累計時間獲取的徵收獎勵 這個如何徵收呢 其實正說的就是我們平時打掛機的一個行為 這個徵線就是我們的掛機 即是不打電話的時候 它這裏都會給你資源 當你徵收了一座城池之後 即是你真的進行上去 你這裡就會增加一些資源給你 你可以把太守 即使用珠葛亮 就可以加到掛機的資源 好了,這個精箭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都明白了 下一部分就是PVP的內容 PVP的內容包括校武場 即是打一些積分PVP 點像台、擂台、超滅黃金、押韻良草 這些都是PVP的內容 還有聯盟戰 這裏就不一隻掃給大家看 我們可能給大家看PVP 這個算是你自己報紙 接著進去打Watthundering 好了,我不會看自己讓稅 就這樣 PVP就是這個內容 夠打再打,不夠打再打一遍 還有一些擂台、點像台 因為我沒有聯盟 又未去到這個世界一級 不過我們有這麼多PVP的元素 可以給大家玩到 還未玩到聯盟賽 還未玩到旅途 先玩這個普通PVP校武場 煲個輕鬆 這裏就成功了 這遊戲介紹到這裏 就差不多了 最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玩的話 記得單隻遊戲來玩 還有玩的時候 可以拿你的禮包碼 3個禮包碼 包括TK888 VIP888 和TK2024 豐富的獎勵 等給大家 這遊戲 一系的畫面 三國 放置式的戰棋玩法 如果你適合玩 上班的時候 都可以放置掛機 如果適合玩 有空的時候 可以自由操作 去玩這遊戲 可以排一下冰號 陣 有掛機的元素 可以搭配一下你的技能 武將 也不錯的 如果喜歡這遊戲 記得單隻跟我來玩 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好 我們這影片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 我是浩斯 我們下次見 再見 拜拜